大虾呀 大虾你等等 你那个老婆啊 她不是人的 我这么大年龄都看不去啊 不久前 大虾得知老婆出轨 正要回家捉奸 就被邻居拦响 你自己上天台就看看 她简直不是人的 听了这话 大虾赶忙跑上天台 结果就看见女儿被关在狗笼子里 妈妈 她撬开锁 把女儿救出来 这时才发现 女儿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 下面好乖 下面吃饭了没有啊 妈妈 我没吃 听了这话 大虾杀人的心都有了 她赶回家 隔着门缝 就看见自己老婆 正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大虾原本是个混混 跟在香港最有势力的 俊哥手下做事 昨天晚上 俊哥带人去杀仇家黑牛 没想到阴差阳场 黑牛在逃跑的时候 刚好被她碰上 大虾杀的黑牛 在俊哥身边立了功 但也因为受了点伤 被送到医院休养 没想到趁这个功夫 老婆就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大虾闯进房间 跟男人打了架 这个时候 老婆还帮着情妇的忙 偷袭大虾 导致她嫌疑被男人掐死 好在她捡起地上的酒瓶 把人砸他 这是男人起来杀心 这男人失神的功夫 大虾把他从窗户推下去 摔成肿伤 很快 大虾因为涉嫌谋杀被捕 俊哥得到消息后 立刻赶来警局救他 一起来的还有英女皇的御用律师 黄律师 我们想保持徐大虾 你把这里当大富豪啊 高兴代言出场就代言出场 他谋杀 黄律师听完微微一笑 告诉警察 未经裁决 任何人都没罪 要法庭证明他有罪的 警察瞬间哑口无垠 黄律师却不打算这么算 你怎么一身是血啊 他们打你吗 我们去验伤 他不是打我 他们是言行逼供我 听了这话警察立刻否认 还说大虾是胡说八道 你可以用来做呈堂证供 不过你不能不让他说话 尽管香港是讲人权法的 走 我们去验伤 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 在黄律师的辩护下 大虾洗清了罪名 当庭释放 事后 俊哥大摆宴席庆祝打下出狱 并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老大威哥 席间威哥喝多了 俊哥扶着他去卫生间 结果碰到个脸上的服务生 原来是黑牛的弟弟 为了替黑牛报仇 派人埋伏在了俊哥身边 强声也来帮手 两伙人在酒店开始火拼 大侠听到声音 立刻也赶来帮忙 在两人的配合下 终于杀出重围 正在捡人打算回公司时 维哥突然数 随后 俊哥独自来到公司 准备拿走文件 没想到这里早已被警察包给 警察在公司搜出来大量毒品 并且要以贩毒的罪名逮捕他 再去警局的路上 突然冲出来一个人 杀了所有警察 救出俊哥 你怎么把警察都杀了 那不是承认我犯毒了吗 我 叫做荷兰仔 就维哥叫我来救你的 走不走 随便你 事已至此 俊哥只能跟荷兰仔离开 但他们杀了警察 香港是没办法继续呆了 维哥计划让俊哥去大陆避避风头 临走之前 俊哥去跟女友辣椒告别 我这么小子该说什么 不过我希望你明白 不管犯上什么事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你 抵达大陆 荷兰仔带他们来到一家旅馆休息 这却让俊哥对荷兰仔产生了怀疑 你在荷兰四年 对大陆怎么这么说 荷兰仔没有回答 只是让俊哥好好休息 这让俊哥更起一心 嘱咐阿超一定要处处小心 晚上 果然被俊哥发现有人来偷袭 还好他早有准备 杀掉了几人后 逃出离馆 这时他发现 阿超不见了棕子 原来就在刚刚 阿超被楼下的喜头妹吸引 忍不住想下去做个大宝剑 老板 头痒不痒啊 简直痒得要命了 你热不热啊 真是热情如火 阿超没想到 这个喜头妹也是埋伏在身边的杀手 等俊哥找过来时 阿超已经被劫持 荷兰仔威胁俊哥把枪放下 为了救兄弟 俊哥只好妥协 扔掉了枪 这时 荷兰仔突然开枪打上了他的右手 最厉害的右手都废了 你怎么跟我斗啊 维哥对你不好 你出败我们 维哥对我当然好 所以我必须干掉你 此时俊哥才恍然大悟 原来背叛他的正是维哥 不逼你离开香港 又怎么能让重案主 相信你真的贩毒呢 我叫你在这里永远消失 案子又怎么能结束呢 原来贩毒 是他 是他 是你怪你自己笨了 荷兰仔想在这里杀了俊哥 一旁的阿超趁洗头妹服住 抓起刀把人捅死 随后冲上前想干掉荷兰仔 谁知却被荷兰仔一脚踹翻 荷兰仔开枪打死了阿超 这下彻底把俊哥惹击 他抓起地上的碎玻璃 扎杀了荷兰仔 才终于脱身 经历了这件事后 俊哥谁也不敢相信 他给辣椒寄去一份录音带 告诉他威哥才是幕后黑色 你最好立刻离开香港 你会很快就会来证明 他知道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他 辣椒并没有听他的话离开香港 而是找到威哥的住处 想杀了他为俊哥报仇 辣椒被打上 威哥向他逼问俊哥的下落 见他嘴硬不肯说 便让荷兰仔留下继续折磨他 转眼两年过去 俊哥隐姓埋名 在一家餐馆当厨师 这天晚上一伙人来到餐馆闹市 老板的儿子阿蒙 自称是大虾的手下 现在出来混的 什么人都瞎搁来唬人 听到快点打电话报警 了解 不要动画 这么漂亮 脸上开花就不好玩了 你不要动 俊哥听到大虾的名字 决定出面帮忙解围 他把菜刀架在对方老大 鲍哥的脖子上 将你手下走 快 还不走 对不起 慢走啊 为避免报格之后再回来找麻烦 俊哥要他报了警再走 没那么容易 先给我老爸舔脚趾头 算了 俊哥鼻子受伤流血 竟怎么都止不住 一旁的女孩是护士 健壮提一群医院检查 这一查竟查出俊哥患上了鼻咽阿姨 俊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独自离开了医院 这时 报格的人果然回来报 在医院门口将阿蒙奴走 随后 接来了一份恐吓信 日子的命要三百万交换 你现在二十四小时付钱 否则砍成九块 先送你一块 啊 报格砍掉阿蒙的一只耳朵送来 老板发出吓傻了 要求俊哥帮忙救人 随后两人一起去找大虾 俊哥离开香港后 大虾逐渐取代了他的位置 成了现在的社团老大 每天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 跟当初在他身边坐视的小混混 盼入两人 看见这一幕 俊哥心里五味杂陈 此时大虾也看见了俊哥 大哥 叫俊哥 俊哥 俊哥 你怎么受啊 你的名字想够了 三千手下的俠哥 法叔怎么也想不到 他饭馆的一个厨子 竟然能被社团老大叫大哥 原来你们两个认识 给我闭下嘴 兄弟俩两天没见 今天晚上不醉就不是男人 在喝酒之前 我希望你帮我做点事 去救你的手下 俊哥开口 大虾自然答应下来 他吩咐手下立刻出去找人 两个钟头 你们不把他找回来 你们就别回来 是大哥 找 是 随后兄弟俩坐在一起去酒 这两年 大虾一直到处找俊哥的下落 却始终没有结果 俊哥则问起 你有辣椒的情况 问我 他不是跟你一起走的 你走了之后 我再也没见到他 俊哥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又向大虾问起 威哥的情况 威哥就跟以前一样 每天喝醉 现在把社团却交给我了 你回来就好了 以后我们一起大天气 这两年 大虾在威哥的帮助下 爬得很快 跟他做对的人 都被威哥处理掉了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排养替死鬼 方便之后为自己顶罪 俊哥告诉大虾 他现在走的路 就是之前自己走过的 俊哥我念的书不多 我不太明白 我希望你离开雷维 另起路遭 俊哥把两年前 威哥做局 陷害自己的事情 告诉大虾 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这时 手下回来复命 把挑适的豹哥绑来了 大虾吩咐手下 割了豹哥的老二解气 这时俊哥出面阻止 做人最重要光明磊落 你这羞辱他 跟杀他没什么分别 在道上混 名声很重要 大虾知道 俊哥在为自己考虑 同意放豹哥一马 随后 大虾告诉自己的手下 他是我大哥 以后他说的话 就等于我说的 是大哥 你这是我父亲亲中的 为了查清辣椒失踪的真相 大虾找到维哥 故意试探他 辣椒找你啊 你看到辣椒了吗 我两年没见他了 我说的是中国城 凶不特大的辣椒 你以为我说阿俊的老 但维哥警惕性很高 反问大虾 你好像查我 I'm not a white guy But I'm not a fool 你想说什么 你自己心里有数 大虾坦白 他已经查清了 威哥的底细 但因为道上的人都知道 是威哥一手 把他带到这个地位 如果此时他杀了威哥 只会留下一个 不忠的罪名 所以今天呢 我要堂堂正正的跟你说 我跟你一刀两断 我现在不妥你 我要替俊哥辣椒 跟超哥报仇 画面一转 此时的辣椒 穿着破一烂山 沦落街头 已经成了一个瘾君子 他买好毒品回家 刚过完影 突然房门被人推开 是俊哥找了过来 辣椒告诉俊哥 自从他落在威哥手里 就变得生不如死 那晚 辣椒的手脚被他们打断 从那之后 一到下雨片 他就疼得无法忍受 最后只能靠吸毒 麻痹神经 辣椒给俊哥 看自己手腕的伤 看见爱人被折磨成这样 俊哥下定决心 要为他报仇 辣椒却劝他算了 他们不是威哥的对手 这时 大虾带来一个蛋糕 庆祝两人终于团聚 大虾告诉他们 他已经把威哥做过的坏事 告诉了道上的人 为了能让辣椒和俊哥安稳过日子 大虾决定由他出面解决掉威哥 很快 他召集其手下的小弟 去砸威哥的肠子 威哥不是大虾对手 主动约见他 说要投降 正当威哥打算跪下来警察时 大虾一把将人扶住 再怎么说也是你带我出来的 我看你还是离开香港 到外面去走走 不过这几年呢 最好不要回来 解决完威哥的事 大虾正要离开 这时酒店门口冲进来四个带头盔的人 偷袭大虾 他们是荷兰仔的人 得知威哥垮台后 感心下一步就轮到他们 所以想先一步干掉大虾 大虾让阿蒙照顾好乡 随后他跑到车里 准备驾车逃走 此时荷兰仔突然漏命 对着大虾连开几枪 这时背后有人偷袭 大虾中了一枪 精力被分散 荷兰仔趁大虾不本 将他反上 大虾用尽最后的力气 给了荷兰仔一枪 最后失血过多昏倒在地 躲在一旁的阿蒙和虾 目睹了这一切 看见爸爸死了 虾米失控跑出来 被荷兰仔抓住 不想我杀他也行 跪下给我磕头 为了救虾米 阿蒙跪在地上雪狗爬 即便这样 丧尽天良的荷兰仔 还是杀了 虾米 阿蒙显然不是荷兰仔的对手 但好在他力气够大 生生将荷兰仔砸死 里边 辣椒正在准备 跟俊哥的婚姻 梳妆镜却毫无征兆的裂开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与此同时 电话铃声响 照规矩我不能在这里过夜 婚姻注册属见吗 俊哥得知大虾妇女的死血 去找威哥报仇了 枪声引来附近的警察 俊哥没有反抗 让警察逮捕他 但他没想到 威哥身上穿着防袋衣 根本毫发无伤 想杀我 你做梦 毕警官 穿毕袋衣 不犯法吧 拜拜 给你拼了 放开我 放开我 被带去警局的路上 俊哥遇见了阿蒙 原来他是警察的卧宁 长官 把他交给我吧 好吧 在阿蒙的配合下 俊哥顺利逃走 他一路狂奔追上威哥的车 一直追到一处废弃工程 此时他的子弹已经用光 好在阿蒙赶来帮忙 俊哥 俊哥终于杀了维哥 为大虾报了仇 而他也因为失血过多 死在了这里 电影的最后 是辣椒坐在婚姻住厕所 一直等到天黑 他回来了 这部新英雄本色 上映于1994年 主演郑一剑 最让大家熟知的 就是古惑仔里 陈浩南一角 但在早期 郑一剑的影视形象 比较温水 比如在1992年 跟刘嘉玲合作的 现代英照女郎里 他就饰演一个 性格腼腆的男人 新英雄本色是 郑一剑首部黑帮电影 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郑一剑逐渐转型 并在一年后 出演了古惑仔 贡献了经典的 陈浩南形象 也因为太过经典 导致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总感觉主角 唐军的身上 带着浩南哥的影子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